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二十七年的时间,就在学校里面 但是,除了学生成绩,木道法医和琴致讲道理外 最主要还是把教会精神透支在学校的各种活动 让传校师生和教会人士都了解天主教 所以,虽然他们不鼓励,他们马上一起给他们毕业以后 很多都到各地方再继续进到里,设计 没有设计,至少他们精神都充满了教会 其实,他们在社会上可以说,可以为教会做宣传 我觉得,在最近中学三十年,当校长在二十年期间,够得完以后 这修道方面,刚来的时候,我到各地方去环温教 我把他们家里人,当时有这个书记 道理班结束的时候,都有考试 那么,我把那些考试八十分以上的学校 都还问他们家长,鼓励他们进学院 但是,我修院的第一瓶只有三十几个月来,我修院就不够复免了 不过因为,以后监制学校的工作比较忙 我新规,就叫拍了几个生活 很好的生活,前后帮忙修院的营修生活 虽然我们当时,几个年轻修院,上午又到修院帮忙 或在那边,在学院里面,没有帮我进船 可是,还是天主的下午 修身,能够一方面在学院,或者修身上午一方面 到隔壁的学校去上课 在那一段时期,或者说,过得生活很愉快 到,那时候很多学生,老师都参加,玩着弥撒 特别是他们学生歌,平达的名字,他们很多都会唱 我希望经过这种,宗教的各种,都能够吸引老师们,学生们 都认识天主教,所以在那边,可以说,给学生打成一片 像一家人,他们学生或者老师,在离开学校以后 他们还念念故话,成功有联系 所以,我尽量鼓励学生都接触教会,找什么修女 有机会就听到你 有些人听到你一起回来听报告 所以,我叫他,虽然传教 在学校,在学校里面,不能自己传教 可是,用着白研,还有手教课,给他们很多的机会 来认识天主教 到,我六十五岁以后,就是,开修了 那么,在学院,一年,来到学院里面,去传教 还有,到文神宗教,是见课 第二年,就被派到,塑教当代理本台 第三年,塑教,就派我到,多六当本台上 当时,开始有两生 后来,剩下文医生,要负责,请给他分堂 所以,工作现在蛮弱 不过,因为那边,很多都,现在是学生,学校的家长 那么,他们跟我做很多认识 所以,也会在传教方面帮忙很大 那么,在五六年以后,我又叫他 那,我说,可能把这,多六这大堂苦 这样,给年轻生 然后,要请主教派我到学校,去传教 这样一方面,我停业,才能孤单的去 那么,当时,主教派我到土湖,到本台 那么,土湖,那时候,主教说,土湖是一个很热心的教育 可能,主教看当时,有年总学在那边 所以,希望我,就先帮忙学校一下 我在土湖工作一直到现在 那么,在土湖跟土湖,传教育,不完全一样 因为那边,他们,互建几个堂口 都是教育们,都是亲戚 所以,有什么活动 都参加各堂局的活动教育 参加所有认识,本汉以外,还有许多的教育 在那边,他们教育很热心的方法 那么,他们教育虽然是热心 可是,对这个传教意识不很够 所以,福地他们出来,传教育们 就,就,就,不倒吧 那么,那时候,教育也是很高兴 我很愿,出来帮忙 那边,教育虽然不多 可是,他们对教育生产的经济方面 也帮忙不少 同时,参加食童生产科研的事物帮忙不少 对,跟生活就像一家人 在那边,虽然有身体不好 有关节炎,内部是关节炎 不连一期,可以教育们都很棒 最近,我们主教命到教育院 接到手续,现在已经差不多回复完了 所以,现在主教能够丢一些时间 然后,继续为教育和外教人来服务 这一切,就,先给天主安排了 自己没什么要求 一辈子,三位教会 那么,十位教会 那么,希望跟教育们 能够打成一片 一起走上天国的道路 希望教育们能够与这传校的仪式 多多介绍这专门的亲戚朋友 小团认识教会 听到你,认识你做教育 阿们 刚才听到神父说 您也代理过静怡大学校长 就以前静怡女子学院 您代理过静怡大学的校长 不是第一任的校长 静怡大学 大学 后来他离开神经 就到那边去当校长 那时候是文女学院 文女学院 后来那个校长把它改成女士大学 你说哪一位去到静怡大校长 霍方副主教 副主教 请你去振兴中学 那他就 请我 那他离开学校有 振兴中学一师 我 是 过理 以后 我 1970年 佳祖教 被派到嘉义 当祖教的时候 他到第一道任命 就是叫我 去振兴中学 是 在那边说 开始说道理 带你 最后一带你 三四年 就是 我们真的很高兴 因为在我的修士 圣昭里 应该还没当修士就认识神父的 所以 从我们在振兴中学 当校长时 到现在都是温文儒雅 这个学者儒雅 和富人灵修 那很好的灵修生活 所以我们 年轻的 修士神父都好喜欢他 当然 包括教友 神父都蛮喜欢神父的 因为神父也有可亲可爱 来说一个很好的老爸爸 一个我们年轻的 年轻人的 的爸爸 所以我想请问 神父 因为我们最近 在推森林大学 就筹备几年来 我碰了很多 正新中学 毕业的教授 像我四年前就碰到 碰到在中心 在冯甲大学的 土石流灾害研究 防范中心的一个 乌仲明博社 他说 他也是正新中学六年毕业 这个乌老师 他也跑遍全台湾 跑遍全台湾 跑遍全台湾 做台湾土石流防范的 还有到各学校 尤其国小 去教育 后来训练全台湾的 土石流防灾的志工 所以这个乌老师就说 哇 他是从正新中学毕业六年 真的好棒 我最近又认识了一个 台北大学的廖 廖博士 这个廖博士 他现在也是 台湾生态学会 在我们静怡大学里面 台湾生态学的理事 他最近也一直为 台湾的 生态农民 站出来讲话 在电视 在报纸 我说 哎呦 正新中学 毕业那么学生 互有争议感 真的互有争议感 为台湾 后来问他 在前几个礼拜 在敬意我们一个学术 環境论文 华表会里面 认识他 问他 他说 你哪里人 我说 廖老师 你哪里人 他说 他是云林人 我说 你高中念哪里 他说 他也是正新中学 毕业了六年 真的 好吧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请问 请问吴爸爸 吴校长 你那正新中学 除了课程外 你怎么去培养 这些 就是孩子 这些国中 跟高中生 他们在人格里 在爱里 甚至对社会的 关怀 社会的公义 这方面 你怎么去培养 他这方面的 我们只是 我第一个要求老师 带学生用 爱的教育 不论大妈学生 那么 同时 我们有 举办很多活动 除了宗教活动以外 还有一些 比方说 申请工作队 还有其他的 各个地方 去沿街 野外的露营 去爬山 各方面 都认识大自然 让他们知道 天主造的世界 有多美 那么我们 读书的目标 是什么呀 所以当时 我们对他们 读书 结果他们都 看课外读书 都了解社会 他们 现在才能够 毕业以后 做关键社会 为社会 国家 来工作 那么实际上 他们大多数 不专使命 所以他们 毕业以后 不管师父教育 是有没有理解 他们就认同 这个 教会的教育 那么 他们也知道 说 我们的爱 是最重要的 而他们就把这 爱 一个单位 我们的第一个 第二个小割 我们整个教会 都虽然没有 今天都讲 教会的事情 可是 我们的活动 都充满着 教会的自由 爱的气氛 所以 我们比方 利用 当时 有很多芒果树 芒果树 掉下来了 所以 难免会去 捡来吃 或是从书上再下来吃 但是 后来 他们就是 去到 过来 来恐吓他们 那我去那边说 这个 啊 吃大果不是办法 我就说 假如 啊 这个 你们要吃芒果 可以 你们摘下来 或者地上 剪下来以后 你们要向 报告 那么